回到英国脱欧的议题 为什么英国脱离欧洲之后 给世界带来这么大的金融方面的动荡 跟不确定感呢 因为人们担心的是欧盟会解体 这个担忧 我们其实在好几场大选里头都看到 它一个一个成为事实 过去研究历史的人 往往发现一些频繁的事件 最后导致了你难以想象的 戏剧性的一个后果 法国明年要进行选举 许多人非常担心欧盟最核心的这个国家 它就会出现脱离欧盟的事情 这是到明年法国选举之前 都很难解除的警报 而最近在罗马选举了一场地方选举 罗马是市长 本来大家还很喜欢 因为罗马过去政府没有效率 而且意大利的政坛已腐败著名 所以这个打的反腐败 清廉的很年轻的女市长 成为千年罗马城第一位女性的市长 又美丽又年轻 又不是旧有的政治人物 很令人欢心 但是令人担忧的另外一面 是他所代表的是叫做 五 star movement 一样他也是一欧派 也是反对欧盟 五 star movement 在意大利所代表的 其实就跟我们刚刚所看到 在英国的独立党是相同的政治势力 他也是一个极右的组织 他所代表的政党本身 也很可能在意大利 越来变成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力量 所以整体而言 欧洲各国里头的一欧派 也就是民粹主义都在抬头 意大利在6月19日 选出了新的首都市长 而且是罗马建成 2500多年来的首位女市长 自从中间偏左的民主党市长 马利诺在2015年10月底 因为丑闻弊案被迫辞职下台后 罗马市长一直就玄缺至今 37岁的拉吉 在踏入政坛之前 是位专攻智慧财产权的律师 唯一的公职经验 是担任过近三年的市议员 在这场选举之前 意大利几乎没有人听过他的名字 此次代表五星运动党出征 以反贪腐反特权为口号 让那些对传统两党分赃政治 感到厌倦 对市政一滩死水 感到愤怒的民众眼睛一亮 在第一轮投票 就取得了35%的选票 并在第二轮投票当中 横扫超过三分之二的选票 创下该党成立以来的最佳记录 罗马人口290万是欧盟的第四大城市 过去政府官商勾结严重 公共工程不是黑箱作业 就是由黑手岛牢牢把持 这个曾经辉煌的绝美之城逐渐没落 逐渐面临了几个大问题 包括基础建设败坏 交通运输系统老旧 住宅数量不负需求 以及150亿美元的庞大债务 拉吉是罗马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市长 曾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 称为才华洋溢的辩论家 他说自己是在七年前 生完儿子的三个月产家期间 经常推着婴儿车在社区散步 看到城市破落 见识到许多问题 并在担任五星运动党顾问先生的引荐下 决心参与改革 恢复罗马市政运作机制的合法性和透明度 重返往日的荣光和气势 随着欧盟经济陷入衰退 不少以繁体制为主轴的新兴政党 在此间窜起 挑战既有的政治权威 并相继在大选中取得影响力 其中教区代表性的 有奥地利极右翼的自由党 西班牙左派的我们可以党 希腊的左派联盟 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 德国极右翼的德国选项党 丹麦右翼的人民党 意大利极左派的五星运动党 也是其中之一 七年前由喜剧演员格里洛成立 以反体制反欧盟为诉求 原本只在一些中小情的城市具有影响力 但是如同其他类型的政党 五星运动党吸收的都是社会精英 擅长以简单的民粹式语言争辩问题 藉由诉求民族情感取得关注 在近年迅速茁壮 跃升为意大利的第二大党 除了拉吉赢得首度 另一位32岁的女性政治新秀 阿本迪诺 也攻下了长期由右派法治的杜林 同党双输战情报捷 将渴望为该党在2018年全国大选铺路 反观总理兰齐领导的民主党 在竞选期间爆出参谱丑闻 又加上党内内斗严重 虽然因成功举办世博 而保住了金融重镇米兰 以及中部大臣波隆纳 但执政已经受到挑战 我们评论与说的通过 我们交双达的木材 反应用力 在评论与法治的民主党 反应对移论与法治的杜略 反应对有关系 但是但是对于一位 有关系的账争 是一位移动的民主党 在梁大帽子 是一位移动的账争 就是一位移动的账争 甚至五位移动中 也在我们账争 是一位移动中的账争 非常紧适合 一位移动中的账争 藍棋謹慎的把市長選舉 定位為地方事務 希望和中央政府脫鉤 以便能夠穩定政權 並在10月推動限改公投 但是輿論普遍將這次的選舉 看作是對藍棋執政的其中考 羅馬變天 成科已久的意大利政治 會出現轉機嗎 毫無執政經驗的拉吉 能夠撼動執政黨的基礎嗎 將來的變化還有待觀察 我們在這次的選舉